关注CBA赛事 营造良好竞赛环境 分享篮球的精彩与快乐 陆元坎球今天的话题是 山东南来19分翻盘大逆转 山东球迷应该给 龚小斌指导点个大赞 CBA长队赛 三十二 骑鲁得敌之战 山东球迷的老熟人吴庆龙挂帅的青岛南来 挑战老东家山东南来 我们知道吴庆龙曾是山东南来的主教练 龚小斌呢也曾是青岛南来的主教练 这两个球队的主教练此前的经历 都对对方的战术和打法 批词的了解 尽管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两支球队 同在山东 但素来都是老冤家 本赛季的一段时间 青岛和山东一度都高居联盟前六的位置 但是由于青岛外援亚当斯 受伤缺席的影响 青岛南来近期战绩低迷 球队排名不断下跌 而在本场比赛结束后 由于又输给了山东南来 青岛南来已经遭遇到了 八连败 看过这场比赛的朋友们 或许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场骑入得比之战 非常有戏剧性 山东南来在落后19分的情况下 其数大家都不看好山东队会获胜 然而笑到最后的 还是山东南来的球迷们 胡小斌带领山东南来 实现了惊天大逆转 第四节的疯狂赶超 最终以110比106获胜 其实这场比赛 青岛南来输的是非常可惜的 从第一节比赛开始后 就把比赛的节奏牢牢把握在青岛队的手里 无论是三分球命中率 还是篮板球的宝库 青岛队做的都非常到位 山东南来由于内线缺少高度 比较没有大外援 所以内线比较吃亏 青岛南来连续利用 央阳迷这个点啊 很伤山东南来的内线 这让胡小斌一度感到非常头疼 整个上面上 也就是一直处于落后的之中 球队始终没有找到机会 把比分追回来 可以说 第三节比赛 青岛南来越打越好 他们利用山东南来的失误 连续打出了反击快攻 分擦最大的时候 双方已经拉开了19分的差距 所以啊 当时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 包括小编在内啊 山东球迷啊 都认为山东南来大势已去 本场比赛 山东南来必输无疑 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加上当时呢 青岛南来的替补席一片的狂欢 那对山东老大哥毫不低调 不可一世的感觉 让山东球迷非常生气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龚小斌呢 面对曾经的弟子们 在那个替补席上 狂欢和叫嚣 龚小斌呢 及时叫了暂停 龚小斌没有不止战术 而是来了个惊天的弄嘴 你看让他们嘚瑟的 这球打得真可怕惊人啊 其实面对青岛南来 替补席的狂欢和嘚瑟 不但球迷看不去 主教练龚小斌更是看不要气 因为他们都是曾经的弟子 面对主教练龚小斌输球了 他们如此的狂欢 真是羞辱龚小斌 毕竟啊 龚小斌也曾经是青岛南来的主教练 而替补席上发出的嘚瑟的声音 不但是对山东老大哥的不尊重 更是对龚小斌本人的不尊重 所以龚小斌实在看不下去了 才叫了暂停 弄对自己的弟子们要增口气 一定要打赢这场比赛 正是龚小斌的这次叫停 似乎喉醒了山东南来的弟子们 上场后随即也就打出了一波的小高潮 第三节啊 把分差缩小到了十分 最后一节比赛 山东南来通过高强度的压不清防守 和哈德塞英交和龙鱼 王若恒连续命中三维球 不断缩小的比分 并且追平反超 山东南来乘胜追击 给青岛南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最终上演了一场 19分的今天大逆转 大翻寒 这已经是山东南来本赛季上演了第二次大比分翻盘 此前山东南来还曾大比分翻盘了北京首歌 当山东南来最终以110比106战胜青岛 完成今天大逆转后 再看看青岛南来曾经狂欢的踢补鞋 哑笑无声了 龚小斌率着山东南来 狠狠地打了那些不可一世 不怕山东老大哥 不怕曾经的主教练龚小斌放在眼里的 那些昔日的青岛南来的弟子们 青岛南来的踢补鞋不再嘚瑟 更不再狂欢 请山东球迷们顶起来转发本视频 让我们一起为山东南来的龚小斌大师 为逍遥网点个大赞吧 好 鲁远看球 本期的话题就聊到这 感谢你的阅读 关注点评与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